好今天我就讲一下这里有倒沟很厉害的倒沟好吧可以吧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28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海之宝的工作室系列第86号当中的第四款作品horror热破那么呢他的说明书我拿到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白白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 是印花了呢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这款玩具呢网络上的各个评价都非常的高那我十句玩过之后呢嗯我不得不提一下他的一个综合的表现来说确实是官方近几年V级的玩具里头算是非常的有诚意的观看本体的话首先的话呢他有非常好的倒角的处理摸起来的话完全没有任何歌手的部分 再来他的一个基本的可动的话也做得很好甚至是非常优秀的V级的可动首先的话呢看一下他的头雕是一个球形关节的一个可动 然后一个水蓝色的眼珠比美MP10而且他附带了一个眼镜的一个机关 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之后上面有一个蓝色的一个眼镜啊把它往下面挑起来盖住再盖起来就可以重现到他在动画片里头一个也是英俊小生啊感觉的话就是有点叛逆性格的一个头盔 非常的好看有的话呢一定比没有好而且这是官方的一个V级的玩具而已啊往往这种关这种这种机关啊可能要MP级别才有 但这款V级玩具却做出来真的是非常好在他的手臂有人说胳膊过短啊 确实整体来看好像如果再长一点点大概到这吧可能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影响也不大吧手臂的话呢可以完全的平举 然后呢这里内外是有一个可以转轴的一个关节然后360度的转动力有问题这一款V级的玩具这里啊没有齿轮关节 可是呢偏紧我已经有上了细游啊或者大陆朋友讲的龟游我已经上了然后呢还是有点偏紧但这个手感的话呢我认为是恰到好处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玩具的话呢在掰他的手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回馈的一个力量算是蛮好的一个手感啊 加上这个塑胶整个的一个架势来讲真的是非常的赞 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化约90度的一个转动 然后呢手臂的话呢拳头可以转动 而且呢可以张开然后中间有个孔洞 孔洞的话呢完全呢可以握持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的话呢握柄的地方呢就没有上漆啊 这样子的话呢避免有一个刮漆的状况啊可以轻松的握得住 而且这个握枪的这个紧实度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他的两手的话呢又分别有他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机关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你揪住这个地方往旁边拉啊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翻折之后手臂的话呢就可以变形成一个应该是焊接用的东西啊 是不是用这个把这个cup给救回来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机关 而且呢他的另外一只手臂的话呢 一样也是有一个可以变形的一个机关的 我们把它往外面搓过来做一个旋转再扣回来再扣回去啊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扣开 但是呢我扣的时候我觉得扣不太出来 所以我会拉这个这样翻出来 利用拉住这个往外拉啊 这个我感觉是比较省力一点了啊 他的话呢会多出一块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就是要安插他的另外一个配件 也就是一个电锯 这个不小心把它搓开了啊 这个电锯 那这个电锯扣进去的话呢 也是卡的非常的紧实 而且这个电锯本身还是可以转动啊 它并不是一个死的一个零件 是有分件的 那上方的话呢也是有这个波纹的一个 波纹嘛啊 就是有一个弧形的一个 一个造型的一个小刻画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两手的话呢 都可以有拳头以外的造型 那这个的话呢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一个一个设计啊 那我们这个兵器的话呢就暂时的 再次的让他给拿下来 腰身也可以转动 那么呢这个看似裙甲其实并不是 它是整条腿一块动的 侧体也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这里呢也并非是球形关节 它的腿部的外摆内收呢 是斜一个角度的啊 是往外斜一个角度的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紧啊 我不上细游不上龟游的话呢 转动上呢 我觉得是比较 这个地方承受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还是上了一点 但还是偏紧的一个手感 膝盖的话呢 弯不到90度啊 这个所以高贵姿的话呢 稍微的是吃力 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脚踝 是有一个接地左右 可以稍微动一点点 前后呢也可以动一些些啊 这个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 是要整个收进身体内部去的 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 也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背包 完全是一个大大的一个V型的 这个车子的一个尾翼 非常漂亮 这个地方的话有个插孔啊 如果你有这个支架的话呢 完全可以让它做一个 站立的一个 不对 就是一个把它撑起来的一个样子 然后呢 它还有附带了这个 领导模块的部分 那为了示范领导模块的拿法呢 我们就暂时的 再简单的 把这个手臂呢 做一个机关的一个变动啊 这个头手都有一个变形的一个 应该说小彩蛋的一个隐藏机关啊 这个现在的玩具呢 可以说是啊 不多了啊 以官方这个主 如果不是MP级吧啊 一般美版大货级别的玩具 可以说是不会有的了啊 它附带了一个领导模块啊 塑胶零件 有一侧是空心的 那这个领导模块握持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啊 如果你自认为你没有领袖的气质呢 不要随便拿啊 会死于非命的啊 我认识一个个头很大的 就这么挂掉的啊 这个地方 从这里 应该的话呢 是用拇指呢 去把它给勾住 好 拇指把它给勾住 然后呢 两手的话呢 就稍微的 把它抬高一点点 你要抬得更高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它有附带一个透明的一个部件 它是有点软胶的啊 它的话呢 是用这两侧的这两个凸啊 去夹住 夹住这个领导模块 模块的一个上下 把它给夹住 OK 就可以做出一个 嗯 发光的一个 伪装程式发光啊 其实效果不错啊 应该说非常好了啊 整个一个 呃 感官的话是非常赞的 你可以把这个两手的话呢 再去高一点点 好 那么另外的话呢 它最后的两个 小配件 啊 这个呢 按照它的一个标准的用法呢 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在跑车形态下 做车尾翼的一个 一个特效特效部件 那现在的话呢 我都对比一下好了 它的一个身高其实很矮啊 以V级的玩具来说 啊 跟这个 deluxe等级的玩具是差不多高的啊 然后我们就 呃 跟它有重要对手系的这个 Cuff做个对比啊 虽然是一个V级的玩具 但身高不高 可是它的零件数啊 零件数 还有整个玩具的一个 摸起来的质感 包括透明件啊 还有这些大量的这些配件啊 这个都是高度 把这个动画片里头的一个形象 要去照顾到的这些零件 整个来说呢 给这一款玩具 可以说是加分是非常的多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来进行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啊对了 提一下 它这个地方可以往内举过来啊 所以它这个手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其实远比我想象中来的好很多啊 这一点要 啊赞美 要加许一下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会建议啊 先把这个手啊 这个地方挑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先把这个手呢 给缩进去 先把这个地方给变完 好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把它打平 这个地方可以先转过来 也无所谓 上下颠倒 你看 这是还没变形前 这是变形后 把它转一圈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转一圈 这里 先把这个打开 我是习惯 揪着它啊 往外翻出来 然后再做一个拳头的一个翻转 扣回去 再扣 这个也没推啊 扣回去 然后这个部件 整个的翻转过来 那么它的一个变形呢 有两处的大回旋啊 第一个腰部先大回旋啊 那我就先变形它这个腰身好 有个腰的话 我们已经转过来了啊 把这个腰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往外推 这个地方推 它里面有两层的部件啊 通通把它往外推 通通往外推 然后呢 脚底板缩进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腿劈开之后 从这个地方把这个腿包进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顺势又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再把它扣回去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把它就尽量的这个 留意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腰身的转动啊 尽量把它转正一点 这个地方 记得要扣回去 这个地方一定要扣进去啊 这个车型的话才会漂亮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咯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打开 里面还有一层 再次的把它给打开 然后呢 这个脚底板放进去 把它推开一点点之后 这里推开一点点是因为方便 我们这个部件能够穿过它 穿过去 好 包住啊 然后这个地方缓 缓过来 一圈把它给抱住 然后腿的话呢 这个地方 看过来这里 把它给扣起来 说明书的话是叫你先变手了 但是我觉得先把腿变起来 也是可以了啊 这个地方 好 那么腿就暂时到这了啊 那原则上就是把握住这个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尽量是把它给这个时候 就尽量把它调正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那个腿的大腿 那个外摆那时候 你可能会转一些很特殊的角度 那因为它要偏紧啊 所以我会建议呢 在这个时候 没有其他部件会干涉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先把它给转正一点 那腰转完之后 就是再转这个地方 调过来 选了180度 然后你可以先把它往后面压 也可以 它这里有两个卡扣 应该说四个卡扣了啊 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图 要扣进去 以及呢 它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洞在这里 有个洞 它要扣侧边的这个图 所以你就知道 还有四个地方要扣 这里 但是这个地方的卡扣呢 其实并不难 它的一个公差算得非常的准啊 这样子 match一下 就卡进去了 已经OK了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进行 它的一个前面的变形 前面的变形的话呢 先把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啊 后面这个部件 往上 哎不对 是不是不能往上了 我看一下啊 是不是我已经把它给卡死了 还可以 哦 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先将头部呢 旋转180度 往内 缩进去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内部这个地方翻出来 它这里啊 这个变形也是很妙啊 这个地方翻出来啊 翻出来之后 然后以这个地方为转轴 再翻180度啊 所以它是应该是腰转 还有这个呃 这个地方再转 以及这个地方再转 应该是说 严格来讲 它是有三个地方要转 好 这个地方翻转过来 好的 然后翻转到这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里面这块部件再翻开 里头有两个小部件 我们待会把它给翻出来 我们可以先把手给往后放 好 这两个部件 你看到没有 这里是有一个图 等一下压到 这里面有个洞 压进去 我们先把它给翻出来啊 稍微就个定位就可以了 呃 也不对 我们可以先把它直接变形完了啊 好吧 我们这个地方翻出来 我们把这个车头往前放 接下来要变哪里呢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整个车身 我觉得最重要的连接点 这里跟这里要扣在一起 然后呢 啊 这个 这个凸啊 扣到 收到内部去 但是这个问题就不是很难了 主要还是这个地方的卡扣 把它扣上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里 车子的一个排气管 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咬合 它会扣住 它是有个倒钩会去勾住的 很厉害的倒钩 我很久没有在节目的前面五秒 有 对不对 有这个秋名山的 对不对 好 今天我就讲一下 这里有倒钩 很厉害的倒钩 好吧 可以吧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扣紧 车子的一个尾部 稍微去密合一下 其实这一款的一个车子 最后的话呢 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调整 至少我觉得我每次变形都是这样 然后就把这个垫往外翻出来 那这里啊 刚刚有提到啊 这里面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黄色 我已经扣进这个 橘色的洞里面去了 各位你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扣进去了 就 就不特别再把它打开了 最后就把这个地方盖上去啊 是这里 一共是这里有两个两凸一凹 对应边就是有另外的 对应的一个卡扣 把它扣进去 好 那么这一款的变形呢 我认为最难的呢 其实是这个地方啊 以我的话呢 每次的话呢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说 我是什么地方没有去变刀位 每次我都是这个地方啊 我要有很大的力气啊 把它往上面抬去压啊 它才能够在这个车子的一个头部呢 稍微的一个密合度会稍微好看一点 我也不知道是我哪里没有没有变到位还怎么样啊 好 总而言之的话呢 就是把它极尽所能的 把它给捏紧 那么这一款的这个 SS86-D 4号的一个HARA的一个变形呢 就算是 大功告成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 先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滚动性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啊 完全是可以做正常的滚动的 那么呢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弧形 对不对 这个HARA 就是这个弧形好看 这个应该是 捏这样应该是OK啦 缝隙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我能够变得到位的一个极限 然后还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透明件 人头的话呢 是在里头 那我是有照说明书把它翻转180度 你不翻 能不能变到位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 我的感觉啊 呃 好像车身是不是比例 是不是稍微 好像短了一点 我觉得好像 对不对 以前的HARA好像这个 车身好像是 这个扁平度没有问题啊 然后底盘的一个高度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就这个车子是不是应该再长一点啊 尤其它的一个 尾翼这么大的情况下 好OK 然后它的配色 这个这个红啊 我认为跟MP28吧 那个颜色应该是很接近 包括这个局也是很像 然后车头的火焰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一款的话呢 我希望不要变成真的 可能10年以后官方的MP 就是这种水准吧 就是逐渐的cost down之后就变成 这个可能就变成是官方的masterpiece 也是有可能的 那一方面也是称赞它啦 以一个官方的现在美版大货的一个危机来说啦 这一款是包括这么多的配件啊 我是觉得是做的是非常的有诚意了 然后它的这个 剩下的这些配件啊什么的就是 就是就只能够扣在这吧 那是蛮蠢的啦 就照它的扣法 按照说明书的扣法就扣成这样啊 然后呢 这个是这个 扣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这个不喜欢的话就暂时收到一旁去吧 可以说呢 对了 它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配件是这个啊 这个火焰特效 这个真的配上去之后 就一整个就 质感就是大幅的提升啊 啊 漂亮吧 非常漂亮 很好看 车尾这里是唯一露线啊 比较丑一点点 比较丑一点点 确实是扣分比较多的地方 其他的话呢 我认为问题都不大 呃 以官方的一个V级的玩具 还是那么一句老话 这是一款非常难能可贵的玩具啊 真的是照亮我们最黑暗时刻的一款作品啊 希望呢 这不是最后一道树光啊 希望你是第一道光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呢 真的是还蛮推荐这一款 这个SSD86号第四款的HARA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